李淑贤的经历很神秘 隐藏得很深 溥仪至死都不清楚 李淑贤与溥仪结婚后 最怕提及过去的事情 在两人谈恋爱的时候 溥仪就不止一次的盘问他的婚事 李淑贤都搪塞过去了 甚至为此生气 当时溥仪已经是50多岁的糟老头子 而李淑贤才37岁 溥仪对作为护士的李淑贤 喜欢的不得了 完全是溥仪追求李淑贤 因此为了不惹李淑贤生气 他最后就不再追问了 只知道李淑贤曾经结过婚 李淑贤又名李儒 汉族人编辑浙江杭州 他一直自称高小毕业 其实他小学只念过几年 连写一封信都很困难 他母亲早逝 16岁时父亲去世 在后母的逼迫下 他又被迫嫁给一个丑陋的老男人 于是他逃婚跑到上海五场谋生 在舞厅认识一个男人 两人并同居